レオ聊世紀 天天龍星 大家好 我是レオ 今天來看高棉人對上薩拉森人 這一場比賽是軍閥三的比賽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出生點位 大約八點鐘方向 黃色的玩家是Viper 選擇的文明是高棉 那高棉人他的特色是房子可以裝村民 而且次元農田可以讓他的肉快速採集 那他的升級建築物也是不需要的 所以意味著他不用下模仿 也不用下均勻 也不用下這個兵工廠或四級馬舅、射箭廠 就可以自動升級到下個時代 所以高棉人打這個極限升級配置 是有一定的套路在的 那Viper他很喜歡玩高棉 甚至這個如炮像他在天梯室 也常常拿來使用 那如果常看我們頻道的觀眾 應該很常見到Viper玩高棉這件事情 但沒有想到他在軍閥三的主賽事 也拿出了高棉 那高棉來說 他算是一個中棋非常強的文明 因為他中棋的時候 棋士可以按得非常大量 到了帝王世代初期 重裝棋士數量也很誇張 後期也有火槍可以用 雖然沒有火炮 那高棉人打法還是比較偏向肉馬 跟自己的棋士作為主軸 奴炮作為副輸出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薩拉森人 那薩拉森人大約出生點位 兩點都發向 藍方的文明是薩拉森人 玩家是Nicone 尼可夫 那薩拉森人他的特色 是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成 但是他的市集很便宜 而且還有這5%的交易手續費的優惠 所以他的買賣流也是一個獨特打法 但是這個買賣流是非常少見的一個戰術 盡量還是少用微妙 因為越買賣越虧 那薩拉森人他的工兵 破建築物速度很快 而且是破這個木牆 因為他的不工兵 對建築物有傷害加成的關係 所以在封建時代或城堡時代 破墻而入的戰術是非常迅速的 可能再整圍都圍不太起來 那薩拉森人的後期駱駝 也是血量最多的駱駝文明 非常的難產 後期還有奴隸兵 也是可以專門刻馬的 所以這場比賽 也可以說是薩拉森人屌打高免人 但是薩拉森人有講到 這個我們前期說的 沒有經濟科技的優勢在的關係 所以viper如果要打贏薩拉森人的話 可能還是要透過自己的經濟優勢 讓對方受到大量經濟傷害 才有可能逆轉 那越拖到越後期的話 可能戰局就會對尼可夫 更有大的勝率戰 好 那我們看到現在尼可夫 這邊是十八村點下了封建時代 好 然後這邊把軍營 下了第一個 這邊路只推了第一隻 好 那尼可夫這邊是目前 打一個極速小弓的策略的感覺 我個人感覺是他要打小弓了 因為他的木頭畫得非常多 這裡可以補個射箭場 不是這裡補一個 或是這裡補一個也行 那我覺得補正面可能會更好 好這邊看一下是要補哪裡 好就是補左邊先補了一個四級 好這邊差一點點木頭 好可以補了射箭場 但射箭場有要補嗎 沒有要補 點下了一級伐木 高速封建上去 沒打落馬也沒打工兵 好後面挖黃金了 挖黃金應該還是要來打工兵 好這邊偵查一下 VIPER這邊是圍石打直層 這邊直接 蓋完木牆 馬上就來灑農田了 這就是義次元農田最強大的地方 不用模仿也不用城鎮中心 聰明直接在農地 收取肉類 非常的舒服 所以VIPER的資源 前期會非常的優秀 這邊可以看到 遊戲時間才來到了7分半 就已經採收了快要領先200資源 好那 那薩拉斯人這邊是買賣流 沒有打算要打工兵 賣了200石頭 換了200多塊黃金 直接把石頭賣掉 想要來高速升級上去 那升級上去之後 可能還是會打工兵 也說不定 那VIPER這邊直層 薩拉斯人這邊打工兵 也有可能會壓制住 不管怎麼說 如果薩拉斯人遇到VIPER的升級 實在直層順利的話 那自己可能就是要轉駱駝 工兵可能還是要囤一下下 如果有兩個並行的話 那前面一定要開TC 才有可能去撐到後期 產出大量工兵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那VIPER這邊升級 直接點上去 不需要任何的建築物 時間 無縫接軌升級 哇 這個資源量秀得嘎嘎好 OK 那200塊黃金夠了之後 直接停金 黃金就不挖 出去補木頭 待會可能是要 直接轉個3TC 開弄 那待會TC要開哪 我個人覺得是 往下開會比較好 像這個位置啊 或是這個位置 都是不錯的 或是中間這個位置 然後這裡也行 盡可能的開在金跟木頭的中間 這樣就可以省下一個伐木場 這個伐採礦影地 那家裡的話 當然也可以開一個 比較安全 像這種位置也是蠻適合的 好 那尼可夫這邊升級時代還是慢了 沒有辦法 因為本來是打個18P要快攻 但是現在看到對手直接為時 覺得自己沒什麼機會 直接也鬼轉直程 那像這樣18P上去 到了城堡時代還是慢了非常多 至少慢了一分多鐘 所以有時候這些戰術執行 當你用A戰術的時候 發現對手是用B戰術克制你 那這個時候你要趕快 鬼轉其他戰術去反制了 那尼可夫就是遇到這個情況 本來想打A 但是看到A不行 現在轉成B 變成跳程了 不然正常來說 不會有這種18P封箭時代 然後突然又轉直程 就是因為有偵察到的關係 OK 那Viper這裡是決定 打騎士嗎 還是要打開農 我個人覺得是 他要打開農路線 好 升級上去看一下 應該是要補TC 好 補在這裡 直接原地開TC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保守 還以為他會出門開啊 好 家裡開TC Viper這邊落馬偵察 發現尼可夫這邊按了蠻多字的落馬 按了三隻 現在 赤猴數量來到了四隻 好 一上去 點下了二級伐木 那我們升完池袋之後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點二級伐木 那二級農田哪時候有點 就是有點看時間點 如果戰況沒那麼激烈 可以找個機會偷個二級伐木 如果戰況不允許的話 維持自己的騎士數量 還是比較重要的 好 那我們的尼可夫 這邊也是 開TC 當然他的TC就是往下開了 後面這邊是等在後方的位置 好 前期由於沒有大量打鬥的關係 我們先稍微加快 看一下兩邊的對應 好 Viper果然還是要打一個馬舊 畢竟高敏的命脈就是他的騎兵 高速量產騎士的這個流程 基礎資源夠好 好 那現在資源量已經領先了800肉了 800資源在這裡 這就是高敏的 獨特升級法 資源領先非常的優秀 好 由於剛剛沒有挖金礦的關係 先按兩隻肉嘛 好 剩下新奇兵 跟蹤技術 欸 這裡小小斷村 為了點這個跟蹤技術 Viper斷村賺到了1分53秒 按了一隻生鋁 稍微逼退一下對手 好 終於出門了 清奇兵 待會也找個機會 升級一下 好 刺頭過來 想要抓生鋁 生鋁收進去 哇 沒有清奇兵的關係 兩刀刺頭 還砍不死一隻生鋁 好 洛馬衝了進去 跟蹤技術 這個洛馬跑得非常快速 好 流進來 被TC射指 左邊有一個洞 兩隻洛馬進來 先打一下 左邊直接村民反擊 對 Viper這一波洛馬 可能可以抓一隻 右邊這一隻 沒機會 哇 想要繞跑 這個不收村 這個收村的話 一定可以點得掉 但是這裡不想要浪費 聰明的採集時間 所以不收村 好 尼克夫這邊是直接開了4TC 開始回弄 修道院這裡是按了一隻 兩隻生鋁 點了一個生物 稍微著想一下 但是應該找不到 尼克夫這邊TC 現在是4TC 正面稍微微一下 不想要再讓Viper繼續流進來 騷擾自己 好 Viper也開始往外開了 現在農田數量來到了33片田了 快要領先了尼克夫一倍的農田數量 好 但是這邊也開始拉開農田數量了 目前資源量 Viper已經領先了1萬 領先了1500資源 1500資源 可以噴多少的馬 各位可以想一下 1500資源 大概20隻馬 20隻馬的差距 就很可怕了 好 殺神這邊最痛苦的地方 果然是在中期的時候 這個時期有經濟加成的文明 資源通常都是可以屌打薩阿森人 薩阿森人遇到這個情況 直接轉駱駝是最輕鬆的 輕騎兵這麼多 轉駱駝 好好的壓制 好 這邊有轉駱駝嗎 看一下 馬就 在這裡 好 有出駱駝了 跟蹤技術也補了 Viper這邊開始往前 這邊弱馬對打 結果Viper被駱駝 砍到頭破血流 且前面路線有在騷擾 但是沒有抓到太多村民 妮可夫這邊防守做得很不錯 這邊村民甚至反超了過去 Viper這邊為了要打出更多的村民差距 一直想要把馬送進去 結果送到後面都是送了個寂寞 好這裡轉出大量槍兵 重裝長槍兵也升級上去了 這個步騎作戰也是高免 很常用的一個作戰技巧 應該說是喔 所有的馬國都非常適合這種步騎作戰 步兵跟騎兵一起出 槍兵配游俠 槍兵配駱駝 槍兵配重裝騎士或是輕騎兵 都是一個很好反制對方駱駝的方法 這邊車上乘客怎麼上車了呢 槍兵戳一下戳死了一隻駱駝 僧侶過來想要收 哇 收得很準確 傑克夫這邊收得非常漂亮 駱駝這邊直接硬扛著槍兵傷害 砍到有點頭部血流 這邊要不要買個100石頭呢 Viper這邊再蓋一棟房子 好 槍兵開始給壓力 這邊騎兵一直在讀線 這裡這個聖物居然還有機會偷得掉 好 這裡可以插寶了 要不要踩這個位置 直接控黃金跟農田村民 好 殺了三人95升打91 但是遇到槍兵現在有點痛苦 這裡直接轉馬弓 不轉布弓 那馬弓在這個時候 成型也是非常困難的 除了造架之外 也這個攻擊力 反目力 都要提升一下 好 這邊槍兵直接硬扛 駱駝有點痛 好 從此在頂 Viper並沒有花一百 買一百石頭 這邊還在等資源 這邊繼續打架 想要著翔 清奇兵上前 是馬弓慢慢出來了 殺三人馬弓也算是能打 好 稍微補下血量 好 稍微補下血量 城堡城堡 趕快敲 差一點資源 瘦一下 可以了 敲下去 好 蓋薄了蓋薄了 這裡就開始緊張了 但是尼可夫 暫時沒有受到太多的經濟騷擾 村民術還是非常領先 一百一三村 對上一百零二村 好 村民戳上去 過馬往後拉 但是這裡要小心 這裡蓋寶怎麼在發呆 這裡駱駝 還是想要繼續追清奇兵嗎 城堡的村民打一下吧 好 抓了幾隻村民 尼可夫這邊工坊都沒有點 只靠駱駝的六點傷害 擊殺了幾隻村民 好 但是這裡面 也是溜了幾隻清奇兵進去 Viper這一波終於找到了破綻 但是駱駝緊追在後 可能也要馬上被解掉這一波的 進攻了 好 城堡蓋好 馬攻擊也沒射好 又損失了兩匹馬 左邊駱駝到了野外 暫時沒事做 家裡就去用駱駝防守 好 槍兵跟 輕奇兵的策略 Viper這邊是轉出了 騎士嗎 沒有 還沒有要轉重裝騎士 帝龍時代還沒點下 那 高敏在這個時期是最強的時候 中期時間點 資源量已經領先了快要三千了 領先兩千八了 資源量非常充沛 好 輕奇兵再抓掉一隻生魚 尼可夫這邊的防線快要被瓦解 那尼可夫這邊要打贏 Viper正面的話 自己可能要轉出大量馬攻 或是駱駝 才有可能解得掉 好 重裝騎士也要來了 原來剛剛Viper沒有穿衣服啊 這個駱駝打村民血量掉的有點快 不穿衣服 被抓包 好 這裡駱駝上來 下方這個戰線快要擋不住 這裡一堆槍兵往上戳 又戳掉了一匹馬攻 第二匹馬攻也有機會 哇 又戳掉了一匹馬 這裡馬攻雖然又只回到了一隻 Viper這邊用了大量的重裝長槍兵 跟重裝騎士 一般的騎士 重裝長槍兵騎士 跟輕騎兵 三個兵種搭配 把尼可夫打到有點難受 但村民術目前是落後的 好 家裡的狀況 稍微圍死一下 撥了幾個馬就 增加一下自己的產能 現在木頭有點爆量 好 開始轉更多射箭長 好 這裡又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馬里佩爾決定要用城堡給壓力 然後出更多的兵力 往正面往前送 好 這裡補一根箭塔 好像有機會 這個城堡可能很難蓋起來了 好 槍兵加上駱駝 雙兵往後蓋一下軍營 正面輕騎兵加騎士 還有一隻大象混在裡面 正面突破好像可以 重裝長槍兵做到了非常多的輸出 槍兵立大功了 哇 這一坨槍兵做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尼克夫的正面部隊 又再次被擊毀 好 結果裡面 家裡又出現了更多的馬 溜了進去 Miper這個窒息是騷擾真的好煩 以下衝裡面 以下衝正面 這個城堡看起來也要被蓋起來了 這一隻大象也是無雙 硬扛了非常多的傷害 好 這裡拉更多村民過來蓋寶 好 家裡的問題稍微解掉 村民回去工作 尼克夫的村民處來到160村 熱口樹準備來到滿點 好 那現在石頭挖的有點算慢了 只要自己不蓋寶 對方就可以無限蓋寶推進 要是再讓Viper上了這個高地 把這根城堡蓋在這裡 就有點危險了 這裡是農田的中心地帶 而且有一些產能也在這個附近 而且還最重要的是 是高地啊 高打低的話會很痛 好 這裡按來一台奴炮像 是要拿來開路用的嗎 好 不確定最後是幹嘛的 還是真的想要拿來當主力呢 好 薩拉森這時候才發現 自習沒有點品種 攻防也沒有機會點 血量時代是有點低 但是駱駝 薩拉森的駱駝血量天生就很多 125低血啊 點完就有145了 血量是真的可怕 這算是薩拉森的城堡時代的超強BUFF 但是卻沒有點下品種 這個BUFF似乎跟有跟沒有一樣 好 那現在支援量來說 VIPER已經快要領先 大約5000支援 領先5000支援了 太誇張了 好 左邊補了一個城堡 高敏的城堡時代 就是這麼的狂 大量重裝騎士 或是大量的肉碼槍兵 把對手換到懷疑人生 好 我們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OK 重裝長槍兵 繼續輸出 看起來VIPER應該要拿下比賽囉 趁機速開始持平了 143打141 薩拉森人家裡四處著火 下方這個位置雖然暫時沒事 但是也有一些肉碼在偷砍村民 這裡村民也是被擊殺掉的非常多隻 現在雖然到處插箭塔 但是防禦效果有限 VIPER還是一樣可以騷擾到非常多的村民數量 好 這時候尼克福不行了 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VIPER這一波高敏的 一穴農田戰法 甚至連這個斜坡都當成梯田在傻 農田數是真的多 經濟也是非常好 出了非常多的弱馬的關係 所以黃金有點爆量 也省下了大筆資金 後期也可以考慮轉這個大象 因為大象到了後期 移動速度是毛巷幅裡面最快的文明 攻擊力也是 所以後期再搭配一個奴炮 當作輔助落馬 都是一個很好打正面的一個策略方法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部分是由高敏人拿下資源上升利 只有黃金稍微小輸大約300左右 但是獲得了4勝5 所以越打到後期 殺了生人可能越沒有機會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